经常在指导上回答问题 发现好多学生和家长不会使用修改符号修改必应句 我教过小学语文 下面把我知道的有关知识整理一下 贡献给大家 1.小学语文中常用的修改符号一共有下列五种 下面一一举例说明 2.1.删除符号 把要删去的部分圈起来 再画个小尾巴 如下意 3.2.对调符号 用于相邻的两个词语颠倒一下位置 注意必须是几邻的两部分才行 中间不能隔一个字 如下图 4.3.置换符号 不相邻的两部分需要互换一下位置 就不能用上面的对调符号了 得用这一个 5.4.替换符号 句子没有其他毛病 只是某个词语用此不当 用恰当的词来代替 6.5.添加符号 把需添加的部分写在合适的位置 再用符号拉进去 再用符号拉进去 1.2.1.2.3